大家好這次看你老師有沒有記得8月1號要去老師的臉書粉絲專頁 記得去那邊投票 看老師這次破了10萬訂閱人數到底要送什麼東西 不過再次強調一次這次老師的IG老師的臉書專頁 所以同學們記得要追蹤一下好不好 好啦那現在老師已經在夏威夷一個月了對不對 那麼呃待這麼久其實難免還是會想一下這個家鄉的味道對不對 譬如說老師現在就超想吃一下牛肉麵還有這一種有沒有韭菜水餃之類的東西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說當地哪一間台灣料理 或者是說這個中國餐廳有serve這種很道地的牛肉麵啊 還是這一種有沒有韭菜水餃之類的東西 欸等一下這個人超好笑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後面那邊有一個人在台客蹲 我們在蹲 哈哈夏威夷還可以看得到那種台客蹲喔 真的太好笑了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喔 不要拍喔 沒有 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拍 我沒有拍沒有現在現在沒有在拍 不要拍喔 現在沒有在拍 喔喔喔 你幹什麼 老闆你說你說中文喔 是啊是啊 聽你的口音 台中人 欸我也台中人 這麼巧 對對對 對對對 台中那個北屯 北屯 對對對 你那你呢 藍屯喔 藍屯喔 老闆我是說這個 對啊就是 我在找那個台灣小吃 剛好你講 你講你是台灣來的 剛好又住台中 我不知道說你這邊可不可以推薦我一下 有啊 那一家 那一家不算 哪一家 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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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麵啊 蛋餅什麼都有 有嗎 有有有 哇 老闆我可不可以讓你入境一下 不行不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龍茶你說有牛肉麵 還有水餃是不是 哦 試試試 你有吃過嗎 沒有 沒有吃過 哈哈 那你這樣推薦我不太好嗎 哈哈 欸 好 不過原則上我去試試看好不好 不要再拍 好好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沒有在拍 我真的沒有在拍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那個人 他介紹的準不準 龍茶 好不好 來 現在就進來這一間餐廳 參觀一下喔 你好 歡迎 欸 你不是剛剛那個 哪一個 是 你不是在台中的 台中的 不要拍 不要拍 好了讓我們從頭再來一次 其實呢 跟你們開玩笑 剛剛在外面台客蹲抽菸的那位人兄呢 也就是老師現在坐在旁邊的這一位 他的名字就叫做 Steve 我們的Steve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聽說真的是台中南區是不是 對 哇 太巧了對不對 我們真的剛才認識的 看一下 看一下 其實呢 講到我們Steve哥對不對 他經營的這一間餐館 老師其實去年來夏威夷的時候就有來吃過 但是 我完全不知道我最後有緣跟你變成好朋友 然後我就一直對這一間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也就是說呢 我基本上如果在夏威夷想要吃這個台灣的食物 台灣的美食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來這一間 因為這一間其實離夏大滿近的對不對 夏威夷大學啦對不對 五分鐘 五分鐘 那我們先聊一下就是說 其實龍茶這間店喔 你現在這間店開多久 講起來應該有快五年啦 五年喔 但是這個點的位置大概就快三年了 三年 對 OK 而且我聽說Yikiki有一間 對 Yikiki有一間 對對對 那我之前跟你聊過 其實你之前是從這個做泡沫紅茶 這個Bubble Tea啦 珍珠奶茶開始 對不對 然後現在這個地方 什麼時候才開始有吃的 去年的12月開始 去年的12月 哇塞 哇真的 這一間店基本上你想得到一些台灣很道地的這個美食 我們Steve哥這邊都有做 譬如說 我每次都來吃什麼 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 而且它的紅燒牛肉麵還分成兩種 還有四川的 對 有一個是川味的辣 然後一個就是正常 而且說真的啦 我現在就算在西雅圖 華人這麼多 中國餐廳 台灣餐廳這麼多的這個地方 其實我說真的 你這個湯頭是我現在目前為止最好吃的 對啊 所以我以後要吃好吃的牛肉麵 不用跑那麼遠 就不用跑回去台灣來這邊就可以 因為就從西雅圖飛台灣的時候 你可以先請夏威夷 六個小時就對了 好先來玩一下 不過原則上除了這個有沒有牛肉麵以外 你這邊最熱銷的其中幾個食品是什麼 蛋餅 蛋餅 台式蛋餅 老師非常非常的推薦 因為其實它的蛋餅是 第一個東西會就是吸引我回來吃的 因為我去年吃到 我就說 看我要屌啊 對不對 蠻抬啦 因為用肉 裡面有放了肉鬆 對 然後它有小黃瓜 對對對 當然這個太細部的內容 就不用再講 好 等下被人家咖啡去 對 保留一點 保留一點 才有生意可以做 沒錯 那除了這個有沒有蛋餅 肉鬆蛋餅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個人蠻推水餃 Oh My God 因為是韭菜豬肉水餃 那個是我老媽我媽的配方 對 然後醬的部分的話 是我奶奶的味道 對對對 比較不一樣 而且真的那個水餃再加上它的醬 整個配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老師呢 最近今年我來的時候才吃到它的水餃 然後我就發現太好吃了 然後我每晚都會這樣很像 講到我 酒 想要去吃 沒有吃就覺得會癢 這樣對不對 那講到那麼多食物 我肚子已經很餓了 是 我們現在就來上幾盤 來桌子上看一下它到底多麼的厲害好不好 行 好 來 Let's go Let's go 好現在老師就要來吃一下 讓你們知道這個好吃這個美味不是在開玩笑的 不過呢學長在我吃的這一個有沒有瞬間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你這個湯頭為什麼有這個味道 這個風味真的很正點 你加了什麼東西 因為我湯頭真的是用牛肚去炒 去擋它那個底 然後那個 我手在這邊我沒有掐它 我沒有掐它 真的太好吃了 我沒有再跟你看 我每次回來吃這個我就好爽 就是防腐就是帶老師回台灣那種感覺 然後台中尤其是台中 南屯區有一間牛肉麵很好吃 這個的味道就其實跟那間很像 所以我真的好喜歡好喜歡 我們很多料理都是我媽教我們 所以呢就會比較接近台灣式的味道 然後這也是我們比較堅持 希望說做台灣的味道 你想去銀河 因為在美國所以去銀河給美國人吃 對 堅持就是台灣式的味道 對 因為其實美式的這種中國料理 它都做的比較甜一點色 那通常你如果說 在食物裡面加了太甜的話 通常有一些就是 基本上這種有沒有 這種料理的味道會不見色 所以那真的是做給外國人嗎 好外吃 好外吃的 但是這個呢 基本上 甜香還有澀 全部都有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完美 好不好 那你不可以開一間去西蘭 好 小弟幫你 我管你好不好 來 走 好走 出發 出發 哇 對啊 對啊 好那我們現在來吃一下它的韭菜水餃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吃 來源的上次就是 steve哥他們自家的這種調料配方 真的很煩惱 OH MY GOD 我最新吃到 吃到有點上癮 好不好 我的手還在上面 我沒有講 我可以唱R&B了 嗚嗚嗚嗚嗚嗚嗚 太好吃 太好吃了 我最新吃到吃到真的上癮的 好好吃哦 還有講到我們這個Steve哥的這一間店 其實他的這個飲料 暗藏玄機 為什麼 除了放骨科解釋 沒有 開玩笑 開玩笑 就是說 他的這個用料其實都非常的實在 你是用什麼 基本上我們的水果茶都是用新鮮水果 真的 然後進入 我們的茶都是新鮮水果當天線的套 我們盡量不用粉 不用任何的糖漿的東西 對對對 哪怕是糖也是每天煮 對 所以我們不用那些所謂的糖漿和糖漿的東西 是 盡量 越 真材實料 互相去用一些化學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不只美味以外也健康 這種東西老師最推薦 因為 人家購一個年紀來我 真的購一個身體對不對 沒錯 那講到我們這個有沒有珍珠奶茶 或者是說你現在擁有這些飲料 哪一些是平常比較樂銷的 就是說來你這間店一定要點 最多人點的是西瓜綠 對不對 來自台中人只要喝出這個茶好喝或不好喝 馬上就告訴你 這間店可以去還是不可以去 因為珍珠奶茶來自哪裡 台中 對不對 台中愛好不好 台中人 台中人跟你講 這個珍珠奶茶好喝就一定是好喝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點一個這個西瓜綠 來嘗看看 還有我突然想講的檸檬 是新鮮檸檬現炸 真的 然後搭配綠茶 又酸又甜 非常新鮮 且又非常的健康 對不對 好我們等一下呢就來喝看看好不好 好走 利哥 這一集真的太感謝你了 因為呢說真的 我其實有時候來到一個新的城市 不一樣的城市對不對 我就其實很希望跟就是 我的各位觀眾分享一下說 當地有什麼好吃 有什麼鞋墊可以逛對不對 或者是說有哪裡可以玩 那這一集我覺得特別的 因為其實我近期也常來夏威夷 那我覺得這種比較道地的台灣料理 其實在這邊不多 基本上是找不到 很少 對啊 所以我就是非常的開心呢 可以跟老師所有的觀眾 推薦這一間料理 所以下次要吃 道地的牛肉麵 還有道地的韭菜水餃 要去哪一間店 龍茶 Dragon Tea好不好 這是看你老師 Steve哥還有什麼要說的 沒什麼 不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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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